早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是第2天 每一次我們的課程 第2天的時間 都上次 上次什麼 上次無形 但是你看得出來 我們這邊的高級班的課程 和我們的初級班是截然不同 高級班的課程主要就是 要訓練國威 將來我們做行政官員的時候 你要怎麼來做 再來你的心態要來調整 你的心態要調整 所以在這個長 我們的官網 官方的網站都有公佈 現在是 我們的民政府的組織 就是有6個單位最重要的 第1個單位就是 中央的政體局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 現主席的行員 差不多80個 但是這個中央政治局 我們會擴通為 差不多120名到150名 這個110個到150個 主要是要做什麼 就是你們看 臺灣民政府 整個整個結構 在右邊 這個部分 叫做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 這個部分主要就是 和美國的軍事政府 在臺灣的部分 跟美國的部分 都會很密切的聯繫 所以 尤其台灣後面 中央政治局 右邊的部分 就是你們看那個網頂 右邊的部分 右邊的部分 你們會看到 中央政治局後面 不要做什麼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鼓勵 我們現在有受過 國旗班的訓練以後 你會可以 依你自己的志願和議員 尤其 年輕人 我非常鼓勵 你們來參加中央政治局 如果我們在這個結構 裡面的多邊 叫做中央事務局 中央事務局 就是一般的政府裡面的內閣 內閣的部分 就是我們需要比較有經驗的 一個動心還是動志 共同來打招 這個部分 現主是 我們先用委員會 委員會稱呼 這個委員會稱呼 以後 我們就開會 開會以後 會做專業訓練 專業訓練以後 就任命 就是我們接到政權的時候 後來我們每一個政府 都有三個人 一個是正一個 就是 我們要分配 老 中 青 三代 這樣後來 我們台灣政府 台灣民政府 才不會去脫節 所以 有老的 來印度 中年 中年 還有印度少年 所以我們現在 以我們的年齡來看 我們這個台灣民政府的年齡 現在受過分 有差不多三千兩百位 三千三百位 國旗班 有差不多兩千兩百位 兩千三百位左右 當然 在這個時候 也有一些落米 如果有一些人 現在的心態是不一樣的 我們這次的心態 像這邊的事情 就是 一直要跟他們選佈台灣 動立 那是不對的 所以 我們一定的 雖然受過國旗班 我們這些人員 如果屬性不對 他們說我們不敢贏 因為這後來會害到台灣 會害到台灣 所以 我是鼓勵我們大家 如果要參加中央政治局 我們待會兒有一個 連先生有口 連先生 他是中央政治局 幹事長 日本說 他是幹事長 幹事長 你找的報名 找的報名 他會找機會 去南部 還是去北部 和你面談 差不多要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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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你的屬性 到底什麼東西 你如果這個事務局 一樣 事務局是由張校長 他做委員長 委員長 他也會找機會 含這些事務局 才有人面談 這事務局 就是要做什麼 就是後面的內閣 要做內閣的部分 所以我跟各位說 你來這裡秀文 你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說 你要沉淫 內閣 要沉淫官員 你如果沒有沉淫官員 才不會說 這種秀文 就多餘了 當然啦 你是為了自己 本身的嘗試 知識也沒關係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拜託各位 你一定要做 後面來領導台灣人 向前走的 中間的一個力量 要記住 我們後面台灣 是很清楚 第一就是 你如果頭部一定打死刑 當然 我們沒有監獄 我們沒有監獄 監獄都要拿著 監獄的部分 改成什麼 鞭性 用打打屁股 但那打屁股 你不能叫 孩子在打屁股 那個鞭性是 真真正正的出份 會是新加坡 或是阿拉伯 那種鞭性 有機會 我給你們看 鞭性的獎品 那個獎品 看了你們就知道 拜託 我們沒有用人打 用鞭股 鞭股 那個力量 就一定 這個把我打下去 有幾磅的力量 會什麼程度 如果照一般來看 不能打超過五個 打超過五個 會撐去 所以如果說 你打十個的時候 打下去 一五個 回去自己家裡 自己肚 肚子 好 一五個來 所以後面 我們不需要有監獄 你想想看 我們用監獄 要做什麼 你犯罪 政府就要請人 給你看 起床給你大 煮飯給你吃 不只要有時間嗎 不用 你犯罪 你自己負擔 變性以後 你要顧薏 你自己去負擔 不需要自己出 所以我是說 你看這個 新加坡 或是阿拉伯這邊 那些犯罪率都降得很低 大家也會比較生氣 我相信 這個變性 另外一種性就是死性 死性就是貪務 全民對付貪務 貪務的一定是死性 唯一的死性 所以後面的台灣 你不用貪務 因為我們後面的民政務接政醫療 你想想看 18歲以上的女子 我女子 我們都有配偶一間 一間的家庭給你 你有家庭給你 你有家庭給你 你有財有家庭 你有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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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有貪務 要做什麼 老年年輕 比照美國 八百塊 跟一千兩百塊的美金 每一塊月 所以如果這樣來 台灣 因為台灣 無關的地方 太多 現在有很多人想要賺錢 但是 無關的地方 因為台灣無關的地方 有太多特權分子 中國流亡是台灣的難民 他們是難民 但是他們在這裡都享受 我們所改期的 台灣人的兵 做兵來說 都是將軍 你知道台灣的將軍有幾個嗎 三千七百幾個 少少在一個地方 三千幾個將軍 這將軍是領著幾四人 領著二世為止 一國的最少都一二十萬 一二十萬 三四十萬 我們沒那麼多 開來去幫他們試 我們讓他占領 是沒有不對 但是你跟他占領 你就要照幾個來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我跟你們說 我跟你們說 不一定 我完全的了解 所以我跟你們說 拜託 就是你一定要看新台灣論 新台灣論 當然 我要求我們所有 都要像王軍一樣 現在衛領也要把我們占領 要讓我們速度變慢 很多人 這些人 你會想 我們現在做的是依照法例來做 好不容易 也不容易就是中國共產黨已經開始發表了 他們頭一次已經發表說 你不能法理台灣 他知道如果用法例台灣 印度國人都默默 他沒辦法跟你說 他都用什麼 用民族感情 用過去的歷史 像像西拉蕊有一次問 那個溫家寶 在南海 他說你想要怎麼 第二次就說 台灣是中國 會補一部分 你是根據什麼東西說的 溫家寶想說 根據歷史事實 西拉蕊說 如果根據歷史事實 你今天的中國應該是 緩調的 應該是蒙古的 要根據歷史事實 所以你看看中國 根本才不會說 他現在開始改變了 這三年以來 中國不要再跟你說 總之說官方 官方 那個階層比較高 他不要跟你說 台灣是中國神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要說 你要注意看 他現在有什麼 核心利益 溫家寶 在一月份露台時 他也沒有叫我們台灣同胞們 他現在叫做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跟台灣同胞 在漢字的意思不一樣 台灣同胞是什麼 你跟他一樣正 你如果台灣人民 你跟他一樣正 所以中國 他也開始知道 我們法治台灣 我們走的這條路 他就說 我們算 繼續走下去 這條路是台灣一定 最后的一條生路 沒有了 所以雖然 我們會把你努 努後腳 用國中的方式 把你攻擊 我跟你說 我從來不為所動 從2005年開始 研究以後 2005年 在美國 九月二十 決定華盛頓郵報 決定一個報告 What are you doing 你們美國人在幹什麼 所以2005年 十月二十 我挑戰去高雄選市長 因為選市長 但是最后的一禮拜 我是放棄 我放棄以後 就是要 借218的台灣人 去美國 跟控告美國 政務美國總統 說 我台灣這條土地 照我的研究 這條土地 是夭壽 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你占領留給的時 你給留給的台務 和我現在台灣人 你給我台灣人的台務 截然不同 所以你要改善 福加在我們過後贏 因為我們有研究 要過美國不簡單 你知道嗎 因為美國美國 國際法有一點 叫做國家免數 就是國家不允許你過 你要過國家不行 叫做國家免數 所以國家免數裡面 我們要想規模 想說到底要怎麼過 所以當時剛才開始 有很多美國的律師 他說不敢接近 他說國家免數 你不要它撞過 後來我給你看看 研究結果 就是說 美國是以人權立國 我用人權的立場 來控告美國 我控告美國 所以剛才開始 美國國務院 蓋一蓋 剛才採視的時候 控告的時候 美國的電話 在華盛頓 聯邦的電話 跟統治國務院出庭的時候 他不認識他 他給他寫一個訴訟 說 你法院你不記得 國家免數 你不知道嗎 但是 我們老套就以往這點 所以 美國法院 通知美國國務院 他說 人不是你搞什麼 我們搞人權 人權在憲法裡面 是受到人權 是受到保障的 你要來 你要來 你如果沒有來 我要單方面選判 所以 為十月 十月二時控告 前前後 來回工房 十二次 十二次 以後 美國的電話 他選擇三點 第一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際 第二點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際性能 沒有國際性能的政府 第三點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戀獄 看來這選擇非常開心 開心 我們就馬上跟他相守 相守 跟國庭法院 國庭法院 國庭法院 那就是注意了 因為國庭法院 有一個辯論庭 辯論庭的時候 美國的 本來是美國的國務院 照相跟美國的 國庭法院說 國家免訴 你不記得 法院 同樣回答 人家不是告你什麼 人家是告你人權 你要來回答 你如果沒有來 我就單方面審判 單方面審判 他就逃了 所以 他幾乎 跟我們做來辯論 因為我 任志生 我沒生意 我是中華民國人 所以我沒辦法拿獲獎 所以我沒有護照 但是民宿規定的時候 不用我 律師就可以 美國的法院 就是 你當事者都不用說話 你看看美國的 法庭 當事人 一定坐在旁邊 在說話 都什麼人 律師 所以律師 有這麼多的原點在這裡 就是說 你當事者都不用說話 坐在旁邊就好 都是美國的律師 直接在法庭 走來走去 如果我們同樣 董事者 你不出席也沒關係 坐在旁邊就好 法庭 律師 替我們出席 出席的時候 我印象有夠深 那時候 國務院派一個哈佛大學 比喻的 那個女兒 頭腦也很好 她出席 她出席的時候 她說 她說 我們美國政府 已經用 中美共同防疫協定 1954年 含這個台灣關係法 取代了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 所以 法官就非常受氣 法官就說 你認為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 在美國已經失效了嗎 這個 法官當然 這個 就把律師問 這個律師當然不敢說 律師聽到 按一個 沒辦法回答 法官跟她說 我來幫你回答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到今天為止 仍然有效 台灣仍然是美國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23條的軍事 美國仍然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所以這個地方你就知道 美國 國務院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就是說 她認為 她要用 中美共同防疫協定 和台灣關係 要取代 不可能 美國憲法的規定 通過參議院 跟眾議院的法律條文 等同憲法 等同憲法 所以美國的國務院 在2009年的4月7號就算破 算破5點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政府 第三點 本土台灣人生活在政治領域 第四點 美國生任台灣 又是美國軍事政府 佔領 第五點 要求美國行政單位 要主動來協助 我們台灣民進 這個原告 所以 涉及兩星 我又提出上訴 提出上訴 在2009年的8月6號 出乎預料 美國國務院宣佈 我們美國國務院 放棄抗辯權 就是說他不要再變了 你知道這個國籍法人 夭壽鬼 國籍法人 只要拿訴訟出來 印日本在照 他整個 世界本來這樣 那一本來五萬塊美金 欠缺錢 拿出控訴 但是 過去 在8月6號 我印象有夠親 美國國民選佈 美國放棄抗辯 什麼叫做 放棄抗辯 放棄抗辯的意思是 說 原告說的都對 他都生意 所以在10月的時候 10月7月的時候 美國國籍法人的選佈 本案 deny 就是 停止審判 等待審判 要等待什麼東西 原告 準備好了以後 他再審 要準備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現在分的4000名 他高級版人員的等待 第二點就是 我們的新聞情41萬分 如果有的時候 美國都 行政黨委 要將政權 來交行 這麼簡單 但因為以前這兩年半來 就是做這些工作 兩年半來 我們一直在打招 因為我們這些台灣人都不聽過 好像天荒夜譚 怎麼有這麼簡單 沒有行刀 沒有行判 沒有行判 中華民國給你翻過 你看這兩年半以後 以來 中華民國有很多動作 都是要離開 你如果在國外 你在新加坡 還是其他東西 你就會看他出來說 中華民國準備要離開的跡象 開始出現了 台灣人還不知道什麼 台灣人還要說 就是台灣 定義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台灣 你不用擔心 我們今天站在這裡 你上課 這麼多年 安安轉轉 你加入台灣民政府 在定義什麼 定義說 美國軍事政府在保護保障 所以我們在這裡都非常安全的理由在這裡 你看嗎 前衣前到今天 我們的連勝人在後面 來 連勝人讓大家看看 這是我們的中央政治局的幹事長 我們給他拍照一下 我鼓勵我們這裡的年輕人 你如果要參加中央政治局 主動找他 主動找他 既然你如果要集中 要集中的幹部 找組長 要集中央政治局找他 待會兒他有課 是什麼時候有課 明天找他 明天早上才有課 你可以找他 他呢 很年輕 因為 年輕人和年輕人到年可能比較好 我算年紀不太大 這頭問是都黑的是年 不然應該是白的 因為我也六十幾歲了 我們看起來 我們現在真好 有年輕人 還有中年 還有年紀比較老的像我這種 很好 我們台灣就是真的需要年輕人 他要說一遍 說到這個 兩千空四年的八位車 美國宣佈放棄抗辯 所以師傅 後面他們跟我說 他們不會跟我說 他說 我們沒有放棄抗辯權 還讓你擲下去 台灣的金雄就跑出來了 因為我就擲 你要說出來 到底我台灣的國際地方什麼東西 你要跟我說 所以 人家有照起工來 所以在二千空十年的七月車市 主動叫我們去美國 生在一個辦公室 再來在九月車買 要跟我們辦這個集會 集會的時候 跟我們選擇 我們從今天開始 帶你台灣民政府開一條路 你走這條路 直接走去 這樣就成功了 當然 這條路雖然說起來很簡單 但是 這個中間 有人一定會跟我們做董 他有一些既得利益 他要讓你變成台灣政府 台灣民政府 他現在很好練 他要財務也很方便 讓你變去 後來就沒有機會 所以 我們大家想 你的意志要很堅定 這意志堅定就是你要多念書 我們的法律對不對 一幾個月而已 法律對不對 你就照這個走 法律不對 你就不要照這個走 台灣還有其他 什麼台東 什麼通院 有很多路 你去走 但是我可以告訴他 人所照也沒關係 一切都照法律 我們人所照 我們用法律 我們後面的康刷是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 現在全世界 有人敢跟美國軍事政府打對台 我過去沒有 沒有 所以 我們怕你 就是你在這裡受訓 當時你畢業以後 你的結業證書 結業證書這邊 沒辦法在怕你 或是名字先發給你 我們的結業證書 重新擬定 因為重新擬定 擬定的原因就是 我們這邊 我們台灣民政府 整個中央結構 都改變 按照美國的支持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 像以前那種的 因為以前那種的作例 美國會怕 如果真的讓你整個 整個人沒有房子清除 而且去美國 還把他選擇台灣獨立 美國整個月都會飛去 所以要求我們整個中央的結構 全部要改組 所以今天 今天5月25號 昨天晚上12點鐘 我們的中央結構 已經全面開放 有網路 我們網路 你現在在網路 裡面 沒有註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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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註冊的 有註冊的註冊 都有了 你看看民主的功效 我們現在的名單 我們的主席團 主席團 總共有13位 總共有13位 中央政治局 差不多有80位 中央事務局 中央事務局 差不多也有60位 國安的部分 由美國來指定 再來是我們的中央參議院 眾議院 在這個地方 你都看得到 是因為 經過這邊的事情 以後 美國對我們的處理方式 更小心 我們也希望說 在美國的領土之下 我們更快的 我們越快的時間 可以來走出 我們自己 一個國際地位正常的路 這個路就是什麼 日暑美戰 台灣的主席團 要像是本天龍掌控 但是由美國 軍事政府 我今天 再去跟各位說 就是這些事情 稍後 我們 中央政治局的 委員長 郭教授 他要向他 做國家政策的事情 你可以聽一下 他 雖然 我知道 有一些區 雖然有一點 枯燥無味 但是 內地的學問 很沉 你們一定 到來這裡想 一定要 耐心 好好聽 好嗎 因為這是對各位後面 要來做人家 要來做人家 有很好的幫忙 在這裏 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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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